代表他 还要钱 因为还要机器人 还要下谱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先考虑市场上面的现实状况 再来考量其他的会比较好 因为我已经讲过 现在险学就是你要高配息 如果你因为资金上面的问题 而不采取到高配息 其实在股价上面的杀伤力 还是会出现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鸿海郭台铭郭董事长上面 考量整个目前的险学 考量在目前来讲的话 现金股利的重要性 还是去开始采取到 比较高的配息政策 应该对你的股价上面而言 才会有正面的一个帮助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看 整个在这个时间点 不是我们爱讲全职个股 而是全职个股里面 我们必须要去认同 台股里面就是加权指数的市场 它不是平均指数 所以这几档个股里面 涨与跌会影响到指数里面太高 那我会比较建议说 如果投资朋友真的很爱联发科的人 你暂且要稍微等 他必须要用很长的一个时间 来换取外资重新的信任 在下午的时候 欧系的外资上面 再度的调降联发科的 一个所谓的看法 联发科你可以发觉出来 在之前的一个 爆大量区间下缘 它跌破了 它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套牢量 它需要时间去做化解 那持平而论 联发科在这个时间点面对的展讯 我们刚才谈到跟高通的一个抢单 它要维护到市占率的一个情况之中 它也不会延 我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先以价格战打下去 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长期之中 它又不是没有打过这一场应战 在之前里面 展讯低价抢单 大家还记得吗 也曾经联发科里面 它开始去用低价 跟它对抢 抢了一阵子之后 整个联发科 因为它本身来讲的话 它的手机晶片的一个部分 它还是能够有不错的一个 所谓的整合力 它最后里面还是胜出 但是它需要一些的时间 所以做短线的投资朋友 我会比较建议 这个时间的联发科 你就暂且听看听 那下一档的部分里面 我们再来看 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先来看看日月光的一个股价 为什么叫大家看一下日月光的股价 日月光在目前的一个股价上面而言 它大约是在42.85 我就说在这个时间点 它要发行ECB 记住一个原则 低 可以买 高档 不要去做追高 可是我为什么要先把今天42.85 先跟大家讲 你要想想看 它12万张的一个库长股 买到多少钱 44块多 你买比它还便宜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里面来讲 既然是要发行ECB 既然日月光赶在44块钱以上 全部都买完 那就代表说 这个时间点它的下档 它要完成它的ECB的一个动作 它就必须把股价再推上去 这个时间点大家要知道 所以你低档去买 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机会点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再来看 可乘的部分 其实我们来看 业绩个股的可乘 它其实在瓶盖个股里面 它是相对的强势 在目前它的大量区间的一个 所谓的多方的防守线 并没有去做一些的跌破 那我们也可以发觉到 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外资 在瓶盖个股里面 除了鸿海外资有去做回补 投信有去做回补 另外一档个股 外资不离不弃的就是在可乘 因为可乘去年的财报很亮丽 23块钱是优于预期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金属肌可需求一定的一个 畅旺度的过程之中 我觉得可乘它能够去带领的是 叫做业绩个股 其实在等一下里面 我们会探讨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业绩个股 台北股市必须要回归到业绩个股 它比较在指数上面 有充斥的一个空间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再来看看 整个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我比较要看待的 你刚才已经看到了 研发科它是早就转弱 台积电在目前是属于 多空上面的争论 那我们来看3008的一个大力光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把它弄出来 你可以发觉到它的图形 很接近 所以大力光如果不能够撑在 一定的一个高档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说实在第一季的财报 台币的一个升值 其实对它也有一点影响度 所以在这种个股上面来讲 已经到了季线的生命线 所以这档个股里面 一利手不可以再去做跌破 那我们讲完了这些的 命脉的个股的时候 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 OTC的一个市场上面来讲 它呈现了重挫 那当然有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一些炒股的疑云 我们不多谈 但是我们可以发觉到 在今天里面来讲 基亚的丙种事件 它又扩散出来 我们来看看3176的一个基亚 为什么说扩散出来 因为不是只有升级个股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候丙种的资金跟基亚 同步违约的几档个股 我们来看3089的展成 它现在已经改名字了 它改成叫做什么 改成叫做整个 什么升啊 展成改名字了 我们不管 你可以看它长期之中 在这种情况又跌了 那4703的杨博 OK 你看 不是 4703 我说同步的有发生丙种事件的时候 这几档个股 又都来到近期的一个低档 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说 在这个时间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业绩个股必须重新来挂帅 就是说 我先跟大家讲 今天里面来讲 业内跟主力他们行宣 他们就认为 在之前曾明中主委 有没有先示警 外资不会一路的买超台北股市 他可能也会出 当时候来讲的话 他们就有一点毛毛的 可是在今天里面来讲 去查了民意的事件的过程 之中里面 如果存炒作的个股上面 在短期之中里面 你就不要过度的去做介入 那我们先来看看生计个股 其实生计个股里面 我们要先讲到 美国股市在最近里面 也被美国的高层 他稍微讲了一下 要留意生计个股的泡沫 你有没有发觉到 NBI的一个指数里面来讲 你可以发觉到 他本坡里面产生急速的修正 他也产生急速 而且一修正 就到前坡的起涨去 那第二个部分里面 我们再来看 联报上面来讲 在这个时间点 好多的生计个股 到今天都还不公布 那就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知道 大部分还是呈现亏损 那另外部分来讲 就是耗顶 在之前大家对耗顶的挂牌 上面而言 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期待度 但是耗顶在目前里面 以法人的讯息上面来看的话 它9月份的解盲 应该没有办法 最快要12月份 甚至要拖到明年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们也可以发觉到 整个耗顶 法人在之前 他挂牌的时候 稍微买一点 在最近里面又调节出来 那我们来看看 这几档个股 这几档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就来看看 3176基亚 它已经跌破平台了 它在之前的起涨点 是117.5 它能够立手 另外一部分基亚跟云层上面 它是相关性的 我们就不多谈 那我们来看1795的美食 美食在之前里面 曾经法人里面 卡位非常的一个多 但是我们可以发觉到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它也面临到什么 而且上档上面来讲 很明显的 全部都是套牢量 像这种个股上面来讲的话 大家要自己小心 套牢的筹码上面 是越来越多 我们来看 它的一个融资的一个水位 我们来看它融资 你可以发觉到 它还在相对高 那为什么要谈到这个部分 其实在今天里面 民意事件之前 有没有发觉到 有一档生计个股 也曾经被查 所以生计个股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的确我们可以发觉到 它面临到负倍 都备受压力的一个情况之中 那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的一个生计个股 那整个417市的浩鼎 我已经看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浩鼎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它也很重要 划牌的地 它是创新低的 也就是说 很多人在新贵里面卡位 或是在第一天里面去做抢镜 第一天卖掉 抽到卖掉的人有赚到 可是很多人进去买 OK 在这种情况之中 大家稍微去做留意以下 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部分 4180的安城 在之前里面来讲 也是大家说 这是不错的一档生计个股 可是我们来看长期一点点 也已经是整个三角形收敛 齐情整理的失败 它已经是整个很明显的 齐情整理的失败 所以投资人不妨也透过财报的一个公布 可以好好来做一番的检视 其实我们跟大家讲 每一次要公布年报 季报的时候 你在之前都要避开生计股 这是讲白一点点 它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只是说这一次的生计个股里面 为什么OTC的指数 一直没有办法回到之前的高点 就是我们说 太阳能跟生计个股的资金 一直卡不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里面来讲 自己要小心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有谈到 还有一些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造成一些效应的 就是无线充电这个区块 无线充电在今天里面 连仓公布去年只有1.28 又没有很高的配息 棒一升直接开跌停 可是在明天里面 你要观察一档个股 叫6243 其实无线充电 我们面对到中国大陆的竞争 它的获利还出不来 我们必须很持平而论 今天还有一档 叫6243的迅捷 公布去年仍然亏钱 下午的时候才公布 你看今天已经有预先的反应 这个明天能不能止跌 大家自己要去做小心 这连仓跟迅捷上面 都是无线充电的概念个股 那它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 它带动出来 叫做无线充电个股里面 IC设计叫本益笔的一个修正 这都是年报上面的修正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 我们刚刚就谈到 为什么一直很强调说 我希望郭董事长里面来讲话 还是不管你要不要筹资 先把这一关过去再说 就是高配息 因为我说金保 不配息 棒一升 我们来看今天盘中总视图 一价到底 这是事实 它也是一个显学 我们不是说叫大家参与除全息 就是短线上面的股价 它就是按照你的配息的高与低 来去做一个